阿祖哥哥 原来 你喜欢这样的 特别喜欢 你越打我 我越兴奋 来 打中一点 江晓月她没有什么坏心思好不好 他们俩俩过得也很苦 她把新田送到咱们家来 她就希望新田过个好日子 你想啊 我就这么一个亲生人渣 是不是 我一定要把她赶出叶家 想想 你怎么在家 你 你 妈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当然要回来 那 新田呢 她也是挺肯爱的 你们俩一边大 能玩到一块儿了 玩你个头 妈 她的态度你也看到了 我们这就收拾收拾回叶家 要是让叶家的人知道的 妈不打分天 走 妈 走 想想 绝不把她那么委屈 我错了 我对不起你们 我 我喝多了说胡话 我保证 我不会把她们弄到家里头来 咱们是一家人 咱们是一家人 过眼花脸皮 想想 怎么和你爸爸说话的 你这样 你有什么要求 你就提出来 爸爸一定答应你 好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那你就给我们 写一份保证书 保证以后不再与江小月云 新聘二人来保 叶青性子软然 请问助她再多机会 好 那就等明天 明天律师来了之后 让律师来公证 还有一条 我要去公司实习 之前 就是因为对公司的事 一无所知 才会被牵着鼻子走 这一次 我一定要保护好妈妈 欢迎下次本里 这个人家一鸣 把我放在餐厅里 帮个服务员就先打发 服务员 谁在 来了 那个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不欢迎吗 这我哪敢呀 欢迎 当然欢迎 衣服有点丑 听说你要订婚了 订婚 你不是要和林佳的公子 订婚了吗 对啊 今天是林佳 来商量订婚的日子 你喜欢她吗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 给忘了 那个 我还有机上 我先走了 少爷 少爷 收私钱 宝宝宝现在工作了 是越来越懂事了 啊 是越来越懂事了 啊 是越来越懂事了 还是两位亲家交得好啊 一想到林哲 能给我娶这么好的儿媳妇 我做梦都能孝醒啊 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啊 你不开心吗 这不有人欺负你了 啊 你看这小手冰的 看看 多般配啊 要不 就这么定了 好啊 明天订婚 年底 就让他们完婚 好 太难了 不可怎么办 宝宝 我有话想跟你说 阿泽哥哥 我也有好多好多话 想要跟你说呢 是吗 要不 去我房间 走啊 走 好好好 走 阿泽哥哥 来 坐这儿 阿泽哥哥 你坐那么远干嘛呀 来来来 我来帮你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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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 好 我们继续 阿泽哥哥 是谁呀 谁 谁 谁 更不如我们家宝 宝呀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制服又好 我喜欢 喜欢就好 阿泽哥哥 原来 你喜欢这样的 特别喜欢呢 你越打我 我越兴奋 来 打重一点 宝贝 你那么一点点疼啊 咱们轻一点好吗 好 阿泽哥 你把眼睛闭上 好 闭上 来 好了 来 来 这边好了 来 快 快 你这人也不必要吧 来 我 救命啊 被你了 快 你干吗 怎么了 小小 起来 林子 你干什么 不是这样的 不是简样 是简样 难道你想想欺负人不成 是啊 不要你跟我这 事情不是你们看到的那个样子 这 这 就是 当时 云想想他就拉着我进了房间 给我安床上了 然后他又脱我衣服 我不肯 他还截我扣子 那我想 他 他要来真的了 那我就给他来真的了 你说什么 妈 你打他 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好 丽丽 没事 不要紧 反正就是 云想想他打了我好几个嘴 嘴巴子 你看 纸盘还在这儿 开打 那你才怪 你什么体统 丽夫人 对不起 您想想欺 我们怎么 晓晓 没事吧 是这样啊 这年轻人嘛 血气方刚的 难免犯点错误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跟晓晓道歉去 我道什么歉我又没错 云晓晓 你还不想跟我好 咱们就退婚 退就退 有多远给我滚 你干什么去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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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我慢着 看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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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吗 老呗 阿蘇 哥哥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还不是因为那个人想想吗 既然你们这么好 那我就给你们祝珠星